据说有个大聪明在汽车上安装了火箭推进器 然后以560公里的时速在公路上狂飙 没想到冲过减速带时直接飞了起来 最后撞在1.6公里外的悬崖上 可火箭推进器真能让汽车腾空而起吗 为了验证这个做法是否可行 留言组决定首先进行小型测试 看火箭能否推动汽车加速前进 于是亚当打造了一个等比例的遥控汽车模型 然后在模型的顶部焊接了三个迷你火箭筒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对着斜坡启动了汽车 这时火箭瞬间喷出巨大烟火 直接推动汽车飞越了斜坡 并在落地后继续翻滚了几周 可见火箭却是能为汽车提供起飞的推力 那么用真实汽车实验结果又会怎么样了 接下来留言组托关系找到了同款雪佛兰黑斑林 但想要将火箭推进器安装上去 就必须对汽车进行改装 于是紧理拆除了所有内饰 然后亚当在后备箱切开了一个孔子 并在里面焊接上了钢架 只能给汽车加装一个遥控装置 随后他们来到了鸟布拉市的无人区 并用沙带来模拟路上的减速带 亚当则用亚克力板在地面铺设了道路指示标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火箭车偏离路线 为确保所有火箭能同时被点燃 格兰对点火装置进行了测试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们将五根火箭固定在车尾 而这些火箭能产生4500匹的马力 相当于四辆布加迪威龙 同时他们还给汽车安装了巨型防撞凉 但它的作用并不是为了防止撞击 而是平衡火箭重量带来的重心偏差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紧理遥控汽车开始向前冲 可火箭真能让汽车直冲云霄吗 据说有个倒霉鬼给汽车安装了火箭推进器 导致时速瞬间飙升到560公里 结果不小心压到了减速带 最终连人带车飞到了1.6公里外的悬崖上 留言组为了验证火箭能否让汽车一飞冲天 他们用5根火箭打造了一个喷射汽车 看他在急速冲破减速带时能否顺利起飞 于是亚当启动火箭车开始向前冲刺 尽管汽车出现了偏离情况 但好在被亚当及时纠正过来 然后在到达加速区域时 凯莉按下了火箭点火按钮 这时汽车在火箭的助推下瞬间加速 但在冲破减速带时并没有成功起飞 反而让火箭车彻底失去了控制 在空中连续翻转几圈后摔成一堆废体 显然简单的路障并不会让火箭车起飞 但亚当认为如果给汽车一个助飞的坡道 说不定就能腾空而起了 于是他们用木材搭建了一个10米宽的斜坡 但由于找不到第二辆同款汽车 留言组只能让格兰对之前报废的火箭车进行简单维修 而为了让汽车飞得更远 他们将火箭的数量增加至6只 并且他能为汽车提供5400匹的推力 但这次火箭车又能飞多远呢 当亚当遥控汽车到达加速位置时 凯利再次点燃了火箭 可尽管这次汽车确实腾空了起来 但紧接着就一头栽进一土中 在翻滚之后再次变成了废体 所以火箭推进器并不能让汽车飞起来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随意模仿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来不及抓拍 可这种说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让大家避免开罚单 经理决定先用自己的老爷车进行测试 而眼前的这台测速相机 就是今天要挑战的主角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他曾为财政创造了不菲的收入 当经理驾驶汽车 以极限速度冲破测速点时 毫无疑问相机清晰拍下了车牌 可见普通汽车很难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 考虑到给我点赞和评论的粉丝 都能开上蓝波经理 于是他们用超能力搞来一辆大牛 因为他的6.5升V12引擎 足以超越一般的家用轿车 但测速相机又会不会卖他的面子呢 这次将由亚当进行测试 亚当猛踩油门开始向前冲 尽管速度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但测速相机却清晰拍下了照片 经理认为亚当没有发挥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又让职业车手进行了测试 这次大牛的速度增加到225公里每小时 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轿车的极限值 可依然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如果这都不能逃脱他的罚眼 那普通汽车更加不可能了 而为了找到测速相机的拍摄极限 最终他们向粉丝借来一辆速度更快的野兽好 他巨大的窝喷发动机能加速到480公里每小时 当专家启动车子的一瞬间 尾部就喷出巨大萌烟 然后以400多公里的时速穿过了测速点 这闪电般的速度终于让相机来不及反应 因为测速仪的原理是根据反射的脉冲信号来启动抓拍 而一旦车速超过一定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可尽管他们找到了逃避罚单的有效方法 但几乎没有汽车能达到这个速度 所以大家开车一定不要超速 据说空气的压力能瞬间压扁油罐车 并且有位这样的大聪明 他在用蒸汽清洗油罐车时突然下起了雨 于是他拧紧阀门就离开了现场 雨水的冷却作用使得内部压力迅速减小 从而导致油罐车被大气压压扁了 而这种罐体厚度高达1.25公分 即使脱轨也不会造成明显损坏 可空气真能将它压扁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亚当首先用铁盒子进行了原理演示 当盒子内的水被烧开后 里面会充满高温蒸汽 这时亚当拧紧盖子并进行了冷却 随着蒸汽温度逐渐降低 盒子内就会形成负压 外部气压便很快将铁盒压扁了 之后吉米又找来了一个铁桶 并往里面加入了少量清水 然后点燃火堆开始进行加热 等里面的水沸腾时 他们关闭火源同时密封了铁桶 当冷却时间过去20分钟 桶壁后达1毫米的铁桶 突然就被压扁了 可见空气的压力确实非常强大 有了理论的支撑之后 他们决定扩大实验规模 于是吉米将4个铁桶焊接在一起 打造成等比例的油罐车模型 而为了检测桶内的气压变化 亚当在上面安装了真空压力计 随后吉米往里面冲入了高温蒸汽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清洗过程 当桶内温度达到93摄氏度时 他们立即拧紧了盖子 但铁桶真的会被压扁吗 由于桶内气压开始降低 亚当甚至能听到里面水沸腾的声音 而当压力值降低到-0.37个标准气压时 铁桶瞬间就崩塌了 那么现实中的油罐车 又是否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下面他们花重金搞来了一辆不要钱的油罐车 然后决定用它来进行空气压力测试 而这个重达30吨的罐体长度超过了20米 并且冷闸装材质的罐壁厚度达到了1.25英米 这可比之前实验的铁桶坚固多了 可空气的压力真能让这个庞然大物变成废铁吗 为了保证灌体的结构没有问题 亚当带着安全绳索钻进内部进行了检查 接着专家密封了底下的释放阀门 然后在外壁上安装了真空压力机 以便全程监视油罐车内的压力情况 同时亚当还在外壁上安装了温度传感器 等一切准备完成之后 他们启动蒸汽机开始注入高温气体 当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 亚当停止了蒸汽注入并密封了口子 紧接着启动了消防水龙头进行冷却 这时油罐车的温度快速下降 而5分钟之后 罐内的气压达到了-0.43个标准大气压 这就相当于680吨的重物压在罐体上 可油罐车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过去了一个小时 里面的气压稳定在-0.9个标准大气压 这已经接近真空状态了 但罐体表现依然非常坚挺 难道如此兴师动众的实验就这样宣告失败了吗 经理认为可能流盐中的罐体存在损坏 于是他们重新搞来一辆破旧的油罐车 而这次为了简化实验流程 他们决定用巨型工业真空泵将罐体内的气体抽出 以此来模拟出高温冷却时的减压效果 同时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还用石块在罐壁上制造了凹痕 也许这样油罐车就会因结构的变化而被压扁了 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当压力降低到-0.77个标准大气压时 油罐车瞬间就坍塌了下去 这就和我们手掌握鸡蛋的原理相似 只要油罐车原有的结构被打破 大气压就有可能将它压扁 据说如果往油桶内倒入15升甲醇 点燃后就能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 并且网上也有类似的视频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能让铁桶变成喷气式火箭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首先决定做个小型实验 于是格兰将塑料水桶绑在了滑板车上 然后朝着桶内喷入了甲醇气体 并且还通过摇晃使其余空气混合 当它拿着火枪靠近瓶口时 里面的气体瞬间爆燃从瓶口喷出 从而形成了推力使瓶子向前移动 显然流言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而为了让发射速度更快 流言组将水桶换成了200多升的油桶 然后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开始测试 但由于没人愿意坐着铁桶上天 托瑞礼貌地将甲人绑到铁桶上 紧接着他们往桶内灌入了15升甲醇 并且凯莉用优雅的姿势摇晃 混合了燃料与空气 而格兰则把点火棒固定在遥控车上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躲在安全屋进行了远程点火 可点火棒在洞口来回磨蹭 也没能将其点燃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托瑞直接将点火棒插入了桶内 但尽管这次成功点燃了混合气体 但铁桶却只向前移动了一丁丁距离 凯莉认为可能是甲醇与空气的混合比例不对 于是他们重新用缩小的模型进行测试 当甲醇的含量为7%和3.50% 模型车移动的距离都为40厘米 而当含量减少至10% 小车的移动距离却达到了60厘米 为了增加甲醇的燃烧效率 托瑞改变了燃料的供给方式 他将甲醇直接装入自动喷枪中 这样喷出的混合气体更容易被点压 同时格兰用锥形喷嘴代替了原来的瓶口 这样便能加速气体的喷出 从而能产生更多推力 而通过测试改进后的小车前进距离达到了4.5米 那如果重复循环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能像火箭一样不断向前行驶了吗 接下来他们再次改进了火箭车的制作方案 下面他们决定打造一个脉冲式喷气火箭车 当桶内的甲醇气体被点燃时就会向后喷出 从而形成向前的推力 同时喷枪会在氧气罐的压力下 以脉冲的方式喷出混合气体 这样就能循环点火产生持续的推力 而凯莉为了减少火箭车与地面的摩擦力 她将邻居家的自行车轮胎焊接在了车架上 等他们将油桶安装好之后 一个造型奇特的火箭车就完成了 之后他们转移到海军基地开始实验 然后往铁桶内加入了15升甲醇 当托瑞在防爆门后按下点火按钮时 火箭车虽然不断向前行驶 但移动的速度却让人大跌眼镜 格兰认为是喷嘴的尺寸太大 导致气流速度冲击力不够 从而浪费了大部分能量 于是他们重新制作了小尺寸的喷嘴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火箭车的速度却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难道流言就这样站不住脚了吗 为了让火箭车快速向前行驶 最终他们找来了研究喷气式发动机的专家 而在专家的指挥下 他们重新对火箭车进行了改装 并且在铁桶前安装了单向黄片阀 以避免爆炸的气流从车头溢出 从而提高了火箭车的热效率 同时专家还将脉冲频率 从每分钟5次提高到了80次 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推力 为了避免实验时速度太快飞出天际 他们在测试的线路上安装了钢岚 实验时火箭车会沿着钢岚前进 并且还在跑道的镜头放置水泥路障 而一旦火箭车出现了失控现象 他们就能通过加装的熄火装置实现紧急停车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波瑞拉动了火箭车的释放绳索 这时油桶发出了超跑级别的声浪 并使车子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了出去 如果哪个粉丝驾驶他去炸街 那他一定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据说飘移过弯的速度会比抓地过弯要快 并且在电影《投文字币》中 周杰伦开着送豆腐的卡罗拉 凭借高超的弯道飘移技术 成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战神GT2 可现实中弯道飘移除了爽库之外 真能比正常过弯快吗 留言组为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决定先学习飘移技术 于是他们花聚资请来了车技教练奥德彪 而他也凭借自己过硬的八字 成功从拉香蕉的升级成了专业车手 并且自28大杠开始已经积累了20年的飘移经验 首先进行训练的是吉米 虽然他是个从青春期就开车的老司机 但在复杂的操作步骤中却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将发动机都给干冒烟了 因为完美的飘移需要精准地控制每一个环节 这样动摩擦力就会尽可能为车提供向心力 从而达到飘移过弯的目的 但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训练之后 吉米开始逐渐掌握了飘移技巧 并且在随后的几次测试中 他都顺利完成了飘移动作 而当等到亚当上场训练时 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为了避免奥德彪的爱车在训练时出现打滑失控 刘烟祖决定借朋友的汽车进行测试 尽管普通汽车与专业赛车存在巨大差距 但经过两人不懈努力 他们终于能单独完成简单的飘移动作 可飘移过弯真的会比正常过弯快吗 接下来流言组开始了正式实验 于是他们来到了空军基地 并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直角赛道 他们计划用即时赛的方式进行测试 实验时汽车将以72公里的时速行驶 然后分别用飘移和抓地的方式穿过弯道 而通过对比他们所耗的时间 就能判断流言的真假 首先亚当进行了正常抓地过弯测试 吉米测德达到终点所需的时间为4秒 之后他又驾车以飘移的方式通过了弯道 但测试的结果却和正常过弯一致 而为了让测试更加准确 亚当又进行了多次测试 可结果依然没有改变 难道飘移真的不会更快吗 吉米认为亚当的飘移技术太水 于是自己也开始了相同的测试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不但没有完成飘移动作 反而还将车撞的稀巴烂 为此他们只能将赛道改成180度转弯 然后由吉米负责难度较小的抓地过弯 而测试气测的他的耗时为8秒 之后亚当则负责飘移过弯 并且测的时间为9秒 竟然比吉米的抓地过弯慢了一秒钟 看来留言快要站不住脚了 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他们再次将跑道改成了模拟城市道路 而经过几个回合的测试 最终测得吉米抓地过弯的最好成绩是1分54秒 而亚当飘移过弯的最快记录则为1分54.5秒 还是没能超越吉米的正常过弯 最后他们不得不请出专业车手奥德标 这样兴许还能改变实验结果 然而当他以拉香蕉的最佳状态飘移跑完全程后才发现 他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钟 如果专业车手都不能超越抓地过弯 那几乎可以证实飘移就是中看不中用 据说我们永远无法在鞦韆上挡过360度 因为当鞦韆挡到一定高度时 身体就会掉落下来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 于是他们打造了一个1分6比例的鞦韆模型 而当托瑞用手推动模型假人时 鞦韆竟然轻松就实现了360度旋转 难道留言就这样不攻自破了吗 可当他们查看高速相机时发现 鞦韆的速度达到了11米每秒 要是换算为全比例速度的话 估计会超出人类的极限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的可靠性 他们搭建了一个全尺寸的鞦韆 然后凯莉凭借自己重心靠前的优势 获得了尝试机会 于是她不断摆动身体想让自己当得更高 可当身体达到一定高度时 铁链就开始松软 尽管最高速度达到了7.2米每秒 但依然没能完成360度旋转 之后托瑞也进行了相同的测试 最终不但没有完成实验 反而还差点摔了个半身不随 显然靠人体的力量 是无法完成360度当鞦韆的 那么如果将铁链换成不可弯曲的纸杆 是否就能实现翻转呢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马戏团训练中心 因为这里有当地最大的纸杆鞦韆 等他们做好热身运动之后 凯莉在专家的带领下率先登上了鞦韆 刚开始她还感觉比较轻松 随着摆动角度越来越大 她很快就开始大喊受不了 因为强烈的失重感让她差点吐了出来 为避免造成雨露均降的壮观景象 于是托瑞接替了凯莉的测试 但看似强壮有力的她却被击中了软肋 当鞦韆荡到280度时 托瑞竟然直接被吓到双腿发软 而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留言组终止了本次测试 并决定由专家完成后续的实验 由于没有留言组托后腿的情况 大师的摆动速度越来越快 最终很轻松便实现了完美旋转 所以只要将铁链换成直竿的 我们就可以完成360度荡鞦韆